他提出了很多非常精彩的问题 我等一下可以请那个Michael Snyder先生他来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那另外刚刚那个谢副主委 他因为看我最后丢了好几个问题给他 所以他也想说先回应那些问题 那容许就说等一下也先让谢副主委先回应那个问题 而且那个问题可能还要再也听听看Michael Snyder他的看法 这样就是包括那个包括核能安全还有这个辅导后的这个整个趋势的一些发展 那我们等一下就先请那个谢副主委给我们回应个五分钟 就是五到十分钟 那我再请那个Michael Snyder对前面几位专家的这个发言做一些努力 那我现在请谢副主委 那个舞蹈事件对台湾的核能当然是冲击会很大 那当然这个印象也非常深刻 因为舞蹈发生的时候我正好是原子人委员会的发言 所以我也印象这个311就是礼拜六早上我别的经济部长去参观过人员之后 回来以后就一大堆记者要问这个舞蹈事件 我们就很快的一段时间召开一个记者会 接着就一大堆的记者会 那阵子也是非常之累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一时报的唐嘉玲记者在这边 我想唐嘉玲在311的事件他也成长很多我相信 那这个从大学毕业以后对何人完全不同 到现在都快变成专家了 从这个小记者现在都变成大记者了 这个事实上我也成长很多 这个事实上这个311的冲击也是很大 就是说基本上在过去我们核人的这个整个核子大的意外 我们最大的就是Turnal 但是我们觉得Turnal 这种白衣的形式跟台湾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也不会发生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美国的三里岛 那我觉得三里岛虽然是尤其是龙悔 但是对场外的民众其实上也没受到什么伤害 我感觉上也还可以接受 但是湖岛就完全是不一样 湖岛你真的看了我自己看了都觉得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真是触目惊心 湖岛这种事情是让我们觉得说 这种事情是百分之百突然发生的 一定我们都一定会变成这样 那这个这个期待上的改变就非常不一样 那从这个以前在湖岛已经跟湖岛以后的 你看台湾的这个核人政策其实也是也不一样 在湖岛以前我们才开过全国人员会议 大家就一讲说 这个全国人员会议是为了要 为了要台湾要发展核人 所以你可能感觉那时候可能有点思维 就是说台湾在一个刚刚提到的 又要满足气候变天减碳的要求 又要经济成长 感觉上那时候台湾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 好像核人大家又想说 也是我们再来考虑核人 但是在湖岛以后 其实是马政府也提出来五件型的 也就是说 我们最少是不再盖新的电厂了 那本来在讲核一二三厂说 还要在演绎 演绎是比较美国的做法 演绎很多这个核人电厂 演短了四十年以后 它大概大部分的核人电厂都要延到六十年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台湾的核人电厂 也是从美国那边买回来 同样的形式这个电厂说 我们在思考都要演绎 那三一以后我们也觉得说 决定都不演绎了 那核四也在讲究 它已经安全的能够应存 那当然核四实在是 在言论会也开了很多滑蛋 事实上它真的是让人家不太放心 至于要不要走 事实上这个是可以是思考的 所以整个来讲 当然三一一对核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一般来讲核人的话 事实上 应该理想它真的是很复杂 有时候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核人啊 这种东西啊 大家都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专家的五官这个资讯啊 不得民同讲啊 其实有时候 一个复杂的问题 要把它简化的时候 常常冒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是说 它明明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 你把它简化中间容易的输入 在没有复兴度的状况之下 你做这样简化的动作 就很容易人家就说你说谎你骗人 所以这也是一个为难的地方 但是不管如何 我就觉得一个科技 它既然到影响到民争 你本来 我一直觉得 你本来就要让民众 讲到民众放心为止 这是一定要做的 在一个民主时代 你既然到影响到民众 你又没有办法这个 这个这个 让民众放心 那他就本来就不应该要了 所以基本 再难说明 我还是觉得在民主机制 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讲民主 他就是不能要 所以 还是要亏党 花细枝 所以 311以后 我是觉得 如果台湾还要活人 那我可以意识到 他一定要加倍努力才有可能 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311事件 他是这样 说目前在电视上播了这么久 他的印象这么深刻 你要扭转民众的印象 你需要的努力是非常大的努力 那你要跟民众 保证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和人的安全 也不能说 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这件事情已经不能结束了 因为 这样像福岛 福岛之间是百分之百不能的 所以你的承诺要更强烈 我们的主管必须要业细 讲出更强烈 不是说 事情发生了 我下台下台也没用 对不对 下台实际上是不是 不是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 下台作品对他来讲 是一种解脱而已 所以这个已经 不算是承诺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要发展 真的是 承担的要 更有承担更大的承诺 我是觉得 才能够靠民众 往前走 这是 其实五文中是很短的 我就是随便一讲 就差不多了 所以先解释到这里 那其他人 还有什么 非常谢谢先副主委 那我把前面两位专家的意见 做一些整理 那等一下请Michael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些 他的回应跟建议跟分享